假如核彈也有段位的话,您觉得谁才是最强玩者呢? 原子弹?轻弹?还是三项弹? 哦,都不是它们,有这样一种核弹,只要一颗就能让地球上大多数生物走向灭亡。 包括人类,地球瞬间恢复到几亿年前的混沌境界,不信请接着往下看。 先介绍小D,倔弹青铜,原子弹。 原子弹作为第一代核武器,它是通过核聚变的方式示范出巨大的能量。 示范出的能量足以摧毁地球上的一切物体。 与此同时,原子弹爆炸后还会示范出超强的核辐射。 核辐射致使生物发生基因突变,并且辐射所在区域还会持续很长时间。 1945年8月6日,美国在广岛投下了小男孩原子弹。 其实际弹量约为1.5万灯TNT炸药。 小男孩在离地面500多米处被引爆。 爆炸后的一瞬间,广岛12公里内的建筑,顷刻间化为乌有。 所到之处,寸草不生,巨大的冲击波,造成超过20万日本人的死亡。 在之后的数十年里,广岛人民唐河色变,肤色造成了无数的畸形儿以及癌症高发。 人们生活在巨大的战争阴影之中,但万事有因必有果。 上恶到头,终有爆啊! 接下来是2D,荣绕环金,氢弹。 氢弹是第二代原子弹,在上一代的基础上做了升级。 原子弹主要利用油235或波239等纵原子核的裂变链式反应原理爆炸,而氢弹主要利用氢的同位素、穿、刀等核聚变反应原理爆炸。 同等弹量的氢弹和原子弹相比,前者的爆炸威力要远超后者,威力相当于上千万灯级别的TNT弹量,属于强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 1964年6月17日,我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。 随着西部沙漠的一声巨响,龙烟翻滚的巨大蘑菇云闪彻天空,平地一声雷也向世界列强宣布,中国任人欺负的时代结束了。 接着是二哥,永恒钻石三项弹,三项弹也叫青油弹,以天然鱼做外壳,其放能过程为裂变巨变,裂变三阶段的青弹。 三项弹是青弹的升级版,威力却比一般的青弹要强很多。 通俗点说,就是有个叫原子弹的家伙,穿上件热合材料做的马甲就成了青弹,后来又在外套上套了一件平油材料,15238做的防弹马甲就改叫三项弹。 其威力也是轻易就能达到千万吨级别的TNT弹量。三项弹有着高杀伤力和制作成本低廉的优势,威力中差不多一半来自裂变,所以造成的放射性沾染严重被誉为不环保的典型脏弹。 最后介绍一下大哥,最强玩者,骨弹。这是一款目前只存在于射想中的核弹,因为威力实在过于强大,只要一颗就能让人类走向灭绝。 因此,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去研制这种核武器,在骨弹面前,其他的核武器也只能是小地。 科学家设想在宗子弹外面裹上一层骨50颈,骨弹在平流层引爆,宗子弹爆炸发出的宗子打在骨59上,转变为骨60。 骨60在平流层跑遍整个大气层,骨60衰变产生的射线会破坏生物的DNA,地球生物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灭完。 这种炸弹的辐射更加强烈,同时还会产生更强烈的伽马射线。 骨弹作为末日武器的核弹,一旦引爆,后果不堪设想。 但所幸的是没有一个国家去研制这样的一款末日武器。 我们也希望它永远只存在于我们的假想之中。 大家好,我是解说小林一个什么都想解说却又解说不好的菜鸡。 假如你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关注点赞加评论哦,谢谢咯。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